长行珠宝 百达斐力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乐 我们从经济宏观的角度来请到张力 她是非常资深专业的贷款顾问 来跟大家讲一讲 剖析一下最近的贷款的环境 还有未来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情况 还有提出几个对于大家非常friendly的一些program 看看适不适合大家用 好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力 张力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in general来讲 现在的股指都还在高点徘徊 并且根据最近的资料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 美国经济增速是放缓的 低于市场的预期 但是美联储局5月还是决定了再次加息0.25% 这也是今年第三次的加息 既然GDP增长已经出现减速 银行业也出现动荡的迹象 美联储局继续加息的举措 有可能进一步拖累经济的增长吗 张力您是如何看待下半年整体的经济走势的呢 能用宏观经济的资料给大家具体说明一下吗 好的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季度啊 美国这个实际GDP的增长率呢 只有增长了1.1% 低于预期2% 而且和我们去年第四个季度比呢 也是下降很多 那去年第四个季度增长率是2.6% 所以呢 这个第一季度拖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呢 我们看一下主要是整体公司 还有零售业之后这些部门呢 它是降低了库存 就是说销售部门呢 预测呢 销售额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呢 不会增加 反而会有紧缩的这个迹象 所以呢 它就降低库存 这样就反映出来 零售业在未来一段时间不会被看好 还有从第四季度这个增长率啊 2.6%降低到现在1.1呢 也说明美联储频繁加息呢 对经济确实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 一般来讲呢 当美联储加息这个效果呢 会在6月以后出现 那么我们看一下去年的美联储加息一共7次 特别是在下半年的时候 就从7月份开始呢 它是连续4个月 每个月增加了0.75% 也就是4个月增加了3% 这么大密度大规模的这种加息呢 对市场影响 我们看来从今年第一个季度 这个就开始产生了明显的一个效果 如果按照这个规律呢 我们去做个预测的话呢 那今年第二个季度经济增长呢 也会受到这个加息的拖累 我们都知道美联储加息的首要目的 是为了抑制通胀 可是现在通胀下降的速度呢 还是不温不火 跟我们预测的这个相比来说呢 还是进展的有点软慢 那还有4月份公布的一个CPI指数 就是消费者的价格指数 这个出来的数据呢 是4.9% 比3月份的价格指数呢 只下降了0.1% 这个下降的比例也是非常低的 这就说明这个通胀率呢 仅仅下降了0.1% 那也就是说 为什么美联储下决心在5月份呢 又继续加息0.25%这个原因了 所以我们都在奇怪 就是问这个为什么 美联储这么大的加息力度 可是还是不能见到这个通胀率 有明显下降的趋势 这个主要原因呢 大家看出来 还是就业市场是非常强劲的 我们看4月份新增的非农就业呢 是达到了25万3000人 明显的好预期 这样的话呢 失业率呢 还是在比较低的范围在徘徊 目前只有3.4% 所以呢 这个通胀呢 现在如果想让通胀 出现明显的这种下降的趋势 就是说它下降的速度加快的话 失业率呢 要达到4%到4.5%之间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 那下半年这个经济受到 这个高绿息的影响呢 会进一步加大 不仅如此呢 还有这种影响的话 还会引起个别地区银行的动荡 甚至到崩溃 所以造成金融市场的波动 大家听说的最近这个市场 已经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比如说 First Republic Bank 也是出现了大规模的资产流失 造成了现金流的断裂 最后JPV把他收购了 所以目前来看呢 下半年我们可能啊 经济进入一种 就要温和的衰退的可能性 还是非常大的 哦 哇哦 好 那本来下半年整体的经济 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拖累了 现在如果又出现了需要提高政府法定 债务上限的问题 财长江南耶伦呢 最近强调 6月初是美债触及 31.4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 必须提高上限来解决债务违约的风险 未来两个礼拜 两党呢 呃都是围绕着债券上限 会展开一场纠纷 互相得到自己想要争取到的利益 由于预期的损失过大 双方都不让步的概率非常小 哇 这个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呢 是的 你看我们截止到5月中啊 现在美国财政部的现金的存款账户呢 只剩下1500多亿了 这个比率是价降的很快的 如果按照现在正常的这个支出的节奏呢 那美国财政部可能还能支撑到下月初到7月初 又支撑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在未来一个月期间呢 它必须要提高目前这个法定上限 这个31.5万亿的数字 目前呢 美国国债呢 还是主要由美国银行系统持有 占了70% 剩余30%呢 是海外的投资者持有的 比如说现在日本持有的 美国国债是最高的 现在是1.1万亿 中国呢 现在还有9800亿 剩下呢 就是比如英国还有8700亿 再低的话 就是印度还有2200亿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绝大部分美债是美国机构持有的 但涉及到这个债务呢 就不能挽复这个payment 虽然是债务都是美国这个国内的 那你可能通过一些方法呢 是不是能够降低债务的这个amount 这些都会影响到美国债券的吸引度 所以我们现在呢 如果一旦要出现这个lay payment 就是违约这个迹象呢 那整个这个信用就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那样的话呢 将来贷款困难呢 这个能力啊 什么各方面都会下降 所以呢 目前来看这个违约的迹象呢 对全球影响是非常大的 从这个历史数据看呢 美债谈判最后都会在最后一刻达到一种一致 一种这个博弈的一种结果 我们要看历史来看呢 过去63年 美国这个债务上限呢 已经上调了78次 那最后一次呢 上调是在2021年12月 那个次呢 是国会把这个美债呢 提高了2.5万亿 到现在的31.4万亿 但是呢 解决这个债务上限呢 还是有潜在的风险 原因呢 这个总体债务增加呢 还会造成整体的利息上升 这样的话呢 就造成这个政府 有更大的可能 造成一个赤字的现象 所以为了弥补资金短缺呢 那政府还得靠收税 那政府收税呢 一般就要多收个人税啊 多收一个公司的税 那收税多的话 对整个经济的增长 也是一种拖累 所以目前来看 短期内 我看这个利空的这种消息呢 还是比较多 这个也是在无形中 给经济增长的恢复呢 增加了很大的负担了 哎呀 最近宏观经济的表现 对于下半年的房贷市场 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特别是美联储局 可能暂停加息 是否意味着房贷利率 会逐步的改善 也就是说下降呢 现在的贷款的市场 绝大部分是做买房贷款 那最近也有不少 以前做ARM的贷款呢 要过期了 那到期以后的利率会提高 如果和现在的市场利率来相比 是不是应该做重新贷款呢 张力 是的 目前我们看呢 通胀下降速度 因为不够快呢 所以就造成房贷利率 还是没有办法 短期内得到改善 比如说呢 我们看4月份通胀率呢 是4.9% 比上个月只下降0.1% 这样的话呢 造成市场的利率还在走高 尤其在短期内 目前小额贷款呢 30年固定呢 已经超过了6.5%了 那大额贷款呢 比如说5年7年这种ARM贷款呢 都已经超过6%了 这个利率呢 比一个月前的利率 的确是增加了 差不多高出了有0.5% 总体说来 未来几个月呢 利率不太会有明显的改善 但是每年主加息的效果呢 它会逐渐的体现到 一直通胀上来 所以到年底的时候呢 通胀应该会下降到3%以下 这样的话呢 贷款利率也会跟着 通胀下降的速度 也会走same direction 所以到年底的时候呢 这个利率还会改善的 差不多能改善到5%左右 那最近的确有些朋友 他的ARM贷款到期了 到期以后呢 一般来说利率的 最终的这个利率多少呢 是根据他的一个prime 再加上一个2% 或者有的是直接加3% 如果直接加5个percent 就是一共是226 一共是525的这种规律 所以这样的话呢 很多rate有可能都超过7%了 有的甚至能达到7.5% 所以我看这种情况呢 就建议大家呢 如果出现7%以上呢 还是要尽量做个重贷 因为目前来说呢 我们要做个30年固定 没有任何手续费的贷款呢 还是可以做到7以下 比如说6.875 其实有一种更好的选择 因为大家有些贷款 已经付了很长时间了 可以选择做个15年固定的贷款 15年固定贷款就比30年固定贷款 还是低了很多 目前来说还能做到6%左右 而且呢 也是no point no fee 这样的话呢 15年固定的 它不会延长贷款时间 就是你还款的时间不会延长 最近呢 就是有几个朋友都是做到了 差不多15年5.875 也没有手续费 这样的话 对于一个60万的贷款呢 它的利率就比当时 拿到的7.25还是低了 差不多1.25个percent 这也是最近这个 想做重贷的话 15年固定式的一个 比较好的选择 是的 如果说自己的 现在existing的program 涨得已经太高了 那么当然就要两害相权 取其轻 要走一个比较低的贷款的路线 那么如果想要联络到张力 看看哪一种重贷的program 适合您 请用电话联系张力 408-315-9470 408-315-9470 不查收入贷款 无职业和退休 无收入都可以 只需要提供两个月银行存款证明 10年ARM利率6.75% APR7.17% 40%首付 买出租房同样利率 这个贷款也适用于外国人 F1J1B1签证均可 请联系张力 微信 LEE13591 LEE13591 或致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房屋贷款利率的持续走低 让每一个homeowner 都有机会申请到 更低利率的贷款 Long On Time贷款公司 提供给您最快捷的方式 帮您了解市场利率走势 并及时提出申请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GMCC万通贷款 西股最具规模的华人 Direct Lander 目前推出简单快速的无收入贷款 30年固定6.875 APR 7.17 无需收入证明 自住房已无需负债比 FBJ各项签证都可申请 自住房第二套房 无收入要求 首付40% 外国人也享受同利率 出租房则有 无需租金收入的贷款计划 详情至网站 gmcclone.com 电邮infoatgmcclone.com 走过无尽的辉煌岁月 伴随无数个昼夜变幻 宝鸡Queen of Naples 日夜显示晚表 手工捐客表盘 搭配铺箱钻石表圈 见证纳布勒斯王后的优雅典范 经典传承 百年公益的辉煌历史 与俊雅情怀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e 朱丽周医师 病情看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三准医师 朱丽周 祖传的手法 精准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30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杂症 手盗病除 朱丽周医师诊所 位于Fremont小台北PLASA附近 约约电话408218 8451 408218 8451 408218 8451 春天到了 又开始打喷嚏 流鼻涕 眼睛痒 鼻子堵到睡不着觉 哮喘也发作了 找谁呢 我朋友的孩子有湿疹 皮肤又红又痒 还有严重的花生过敏 找谁呢 我最近脸上脖子长红斑 是不是防晒霜过敏呢 找南湾过敏及哮喘 专家诊所的徐安林医学博士 徐医生毕业于 美国匹茨堡大学医学院 在耶鲁石坦福和加大旧金山医学院深造 现为美国过敏 免疫 哮喘专科学院院士 徐医生医术精湛 经验丰富 对病人温柔耐心 结成服务华人社区 预约电话4082861707 2861707 海岛厚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他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 做财务规划 海岛厚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海岛厚 650-678-0718 诈谈详情 Max Real 帮您早日搬进温馨的家 让您卖房经历轻松愉快 为您提供全面的高质量地产服务 团队作业 快速到位 Yes Max Real 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们的节目呢 在七点到八点播出之后 如果您想要重复收听 就可以上YouTube 或者是新浪微博 或者是Facebook 只要打进去财经天地 或者是我们嘉宾的名字 或者是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收听了 张力 下面由您来给我们讲一下 房贷利率的最新动态 和听众朋友分享 目前的房贷利率的情况 好吗 好的 现在呢 这个目前贷款利率走势呢 还是从一个月前的3.5 现在涨到了 十年公贷收益率 从3.5涨到现在将近3.7% 利率也是反映在这个短期内 就ARM和30年固定都有所增长 目前来说 自住房买房贷款利率呢 如果没有point 对于agency loan conforming 较于72万6的呢 那现在30年固定 已经涨到6.25到6.375 15年固定呢 也在6%左右 对于账博 loan来说呢 就是大于1.08个million的贷款呢 那30年固定呢 目前是6.5 7年ARM的话 也要差不多6.25了 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针对这个投资房的贷款计划 这个还不错 利率可以拿到30年固定的 6.75% 而且没有point 唯一要求就是 当配面要多一些 正常情况下一个 rendal property的话 是25% down 那这个利率因为低一些呢 它要35% down 而且这个贷款利率呢 也适于其他的州 因为我们GMCC呢 有在48个州都有这个执照 比如说最近有些朋友呢 去外州买出租房 像在佛罗里达 在夏威夷 或者是德州 买出租房 我们都是能够 拿到这个6.75的RAID 而且30年之内呢 都能把它锁住 并且close 因为我们是自己的 underwriting team 所以呢 拿到这个贷款的话呢 批准呢 整个贷款审核过程呢 比当地的银行效率要高很多 而且贷款文件呢 等出来以后 可以在这边签字 非常方便 所以都是能够在按时 close escrow OK 非常好 听说湾区有不少的城市 entry level的房子 现在还是非常的抢手 对于人值不久的年轻朋友 特别是第一次购物者 收入和首付都不是很高 那贵公司作为direct lender 有什么特殊的贷款计划 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呢 在整个的processing过程中 如何帮助到贷款人 安全顺利 及时的拿到理想的利率 张力 是的 我的建议就是 对于买房朋友呢 最好还是先做一个 单underwriting的preapproval 因为目前来说呢 这个买房人还是比较踊跃 主要是在entry level 每个城市在entry level 买这个single family home呢 还是model offer 所以最好就在你写offer之前呢 要像正式做一个贷款一样 提交所有的文件 然后让我们的underwriter呢 review一下你所有的收入啊 资产呢 还有看一下信用报告 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把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呢 都一一消除了 特别是这个DTI deaf income ratio呢 一定要在满足在 不同的银行不同的要求 有在43%呢 有的45%啊 甚至我们有些银行 可以做到50% 那这样的话呢 你做这个preapproval呢 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材料都审核 拿到这个approval 只需要有一个properly地址 等你拿到offer 我们再做个appraisal 只要是估价报告 和你买的房子 差不多的话 基本上其他的都已经完成 所以21天肯定能做成的 并且你不写continuous offer 也是没有贷款 被拒绝的一个风险 还有就是对刚工作不久的 年轻朋友呢 有些人一般存款都不算高 那么我们有些比较好的program呢 最低呢 首付只需要5% 比如说你要买一个110万的房子 自住房 首付只需要放5% 那也就是说5万到6万之间吧 那我们可以贷款贷到差不多1.05 1.06 你就可以easily买到个1.1million的房子 可以是买condo townhouse都可以 独立屋 自住房都可以 如果买的房价高一些 比如说你要买一个200万的房子 那我们也只需要你放个10%的首付 我们也可以做到 只需要比如说放20万 那贷款差不多就是1.8个million 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拿到 而且呢 还有这个option可以做到没有PMI 就是没有mortgage insurance 这种program 如果收入不够高的话 刚才我们说的首付不够高 现在如果收入不够高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你拿到的这个奖金 还有股票就是RSU呢 来提高这个贷款能力 甚至我们还有一个program 就是用个40年贷款的这个期限 因为把期限从30年拉到40年的 这样的话呢 就拉长了还款时间 同时呢就增加了贷款能力 总之就是说我们有很多银行呢 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各种贷款的 这个特殊情形 这个是就是跟GMCT做贷款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优势 哇 原来贵公司有这么多很亲和力强的一些program 所以说收入不太够 存款不够多 甚至可以把30年的贷款的期限 拉长到40年 这个真的就可以帮助到很多entry level的 first time home buyer 能够先一脚踏进一栋房子 让时间来养多了这个appreciation 或者是等自己的能力变强了以后呢 就可以再做打算了 张力如果要借大额贷款的jumbo loan 即使用上了个人的总收入 包括奖金股票还不够 可以加父母或其他亲属作为co borrower吗 对于信用历史 hold title 以哪一种形式最好等等 都有哪一些特殊的要求呢 告诉我们一下 是的 个人收入如果不够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贷款上加上您的父母 或者是亲属的名字作为co borrower 而且呢这个父母的名字呢 可以上title也可以不上title 比如说孩子的名字在title上 父母名字不在title上 这样的话呢 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一般的这种贷款呢 大额贷款的需要贷款有三个tray line 信用卡呀车贷呀或者学生贷款呢 都可以算作这个叫tray line 如果刚毕业的年轻人呢 比如说您只有一张或者两张信用卡 不够三个tray line呢 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父母加到贷款上呢 满足这个条件 还有一个就是经常有个被问及的问题 这是关于title问题 就是父母提供了大量的这个赠予金呢 给孩子们做首付 那房子close的时候呢 要不要把父母名字也放到title上 以什么形式放在title上 这是大家就要问的问题 就如果是和这个父母和孩子一起 以join tenant的形式呢 各方拥有50%的这个所有权 这是可以的 但是问题是有些父母有这种concern 就孩子将来要结婚成价的话呢 那孩子pay我就自动享受了房子 另外50%这个ratio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有些比较小心的父母呢 有这种concern就说 哇那这个 我好不容易付了这么多down payment 可能就分走一半 这样造成了这个不必要的损失 要避免这种情况呢 我没有办法 就是把title可以写成一个 tenant in common的形式 就是父母比如占百分之 TIC Yeah TIC 就是说父母占了99% 那孩子只占1% 这样的话呢 父母就可能就比较放心的 给孩子赠予金了 这样的话 有时候父母会想说 哦那我给这个赠予金买房 会不会有这种税务方面的 这种影响 是不是要担心多交税 对吧 这个担心实际上也不受什么影响 因为政府呢 是允许一个人一生呢 有12个million 就1200万美元赠予 是不需要交税的 只需要年底的时候呢 填一个RS7011表格 就可以把这个税的方面解释清楚 就不需要这个付任何税了 哎好的 谢谢张力 那对于收入不高的自雇人士 或者是已经退休 没有收入 或者是没有固定工作的朋友 如果他们还想买房 贵公司有没有利率相对比较低的 不查收入的贷款计划呢 有的 那我们最近推出一款 完全不查收入的计划 完全不查收入的用贷款呢 跟一般外边银行所说的 不查收入贷款是不一样的 一般大家听说的这个说 哦 我们银行可以不查收入 不需要看tax return 不需要看w2 但是还是有要求 就是需要公司提供一下工作证明 一般要写一个叫voe verification of employment 要写上你的收入有多少 或者是如果是自雇人士呢 还要求cpa 就要写一个profit loss statement 那profit loss statement呢 就是写你公司的这个 过去这段时间的盈利怎么样 有的时候cpa是不愿意写的 那这样的话也造成 你的贷款就有麻烦 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不查收入呢 是根本就不用查你的工作信息 根本不用问你有没有工作 只需要查一个你的信用 再加上过去两个月的 这个bank statement 显示出来 你有40%首付就可以贷款了 当然还需要一般一个条件 需要12个月的储备金 只要这两条满足的话 我们就完全可以按时 比如25天之内就可以close 那关于首付呢 如果您的钱不够呢 可以从星期那里借赠语金 还有就是说这个贷款额 最高是借200万 利率也不错 我们可以做到10年的arm 贷款利率是6.75 不仅这个低利率也可以适合于买自住房 而且我们买出租房也可以 同样利率 甚至呢就是说买multiunit都可以 比如说2到4个unit的房子 也可以享受6.75这个低利率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还可以用这个program 来做cash out 用来套现 从自住房或者出租房都可以 也是不用查任何收入 最近有个朋友 还有一个两个unit的一个出租房 价值是150万 是全部付清的 没有贷款 那我们帮他呢做cash out 拿出50% 就拿出了75万的贷款 他已经是退休了 是没有任何收入的 那我们也是帮他拿到了 6.75%这个rate 所以他是非常满意的 最后一点就是说这个贷款 还适用于做外国人的贷款 比如说有学生签证的F1 访问学者这个J1 甚至旅游签证 比如说B1 B2都可以 甚至说如果您的情况之 有朋友在大陆 他想在美国买房 人不在美国 我们也可以做到 他可以在美国住中国领事馆签字 他只要这个dump payment 和12月储备金在美国 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买下来房子 这也是在最近做成的一个case 所以这个program是非常powerful的 基本上只要是首付和储备金有了 就都可以顺心的买到 所喜欢的自住房也好 出租房也好 甚至second home都可以 嗯OK 好的 欲知详情请用电话跟张力来联络 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者是加张力的微信号 LEE13591 LEE13591 非常感谢你张力 我们下次再谈 拜拜 好谢谢 拜拜 好消息 GMCC推出完全不查收入贷款 无职业和退休 无收入都可以 只需要提供两个月银行存款证明 十年ARM利率6.75% APR7.17% 40%首付 买出租房同样利率 这个贷款也适用于外国人 F1 J1 B1 签证均可 请联系张力 微信LEE13591 LEE13591 或致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房屋市场太微妙 一会儿拙的卖不掉 一会儿生怕抢到 本公司买入卖无级贷款 利盈两体财医 拔正实际 买得低 买得高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 喜新 梦义销 精算子买 卖无级贷款 一步道理买卖 更新贷款开机 真可谓 贷款做得好 全名数学呐 买了卖无级贷款 精算子出奇招 对名博士 毕业于清华 给你 买得成算过目 获想一加州 510-353-0855 或君基隆 .com查询 GMCC万动贷款 资深贷款经济 降马 为您推荐 真正不查收入的贷款项目 不需要任何 收入相关的文件 也不需要雇主信息 只需要40%首付即可 贷款额可高达200万 利率也很好 外国人F1学生 签证EAD 卡身份都可以 利率也都一样 欢迎致电 了解详情 408-858-3198 408-858-3198 或加微信 降马 2013 好不容易找到 心仪的房子 房屋贷款 可视关键 申请方便 利率优惠 快速成交 哪里有 This is good game How can I help you 重新贷款 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good game 好消息 西谷华人电台 有同步直播 Live Streaming了 再也不用担心 家里没有收音机 下班时间跟以往不同 在车上听不到 西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 Smartphone 或家中电脑 登陆 SVC Media 每晚7点到8点 点一下 首页页面上方 Broadcast The 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 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同时 一周七天 一天24小时 都有精彩节目的回放了 请记住 登陆 SVC Media 点一下 Broadcast The Play按钮 就成了 上海交大理工学霸 美国经济硕士 GMCC 万通贷款经纪人 金欧阳 凭借对经济政策 敏锐的洞察力 及天生对数字的推算力 根据您的财务状况 在几十个贷款方案中 总能为您找出 最适合您 查收入或不查收入的贷款 让您实现买屋梦 要买房贷款 请先找进欧阳 408 708 8815 408 708 8815 王龙梅会计师事务所 专精各种税务查账 集合税务规划 海外资产申报等 各类税务问题 20多年专业经验 为您省税 电话408 998 1688 或网址 oneaccountancy.com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 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 SVC 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 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听众朋友 现在让我们来访问 严济龄博士 来谈谈基本面 现在的经济 帮助大家能够了解很多事情 帮助自己能够判断自己的Portfolio 还有Investment in the future 是怎么样 所以 严博士非常欢迎您 并且今天让我们来一个了解经济 然后Back to Basic的讲述 好吗 谢谢 好的 首先看一下 如果大家关心财经 尤其是国际的财经 就发觉很多国家 现在真的是企图要去美元 这个变成一个风潮了 那这个风潮 是不是因为地缘政治引起的 Globalization被打坏了 变成Individualism了 那到底它真正的起因在哪里 它现在的Progress又是怎么样 那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 现在就是说美国国内在对中国的 二字打压围堵 好像是世界的选学 可是你从外面看进来 去美元化 世界各国以及中央银行 去美元化 好像又是一种选学 当然这个如果要讲的话 要从地缘政治开始讲 我们那边就暂时 以后再说 那最主要最主要还是地缘政治 影响到地缘经济这个板块 造成今天有去美元化的这个原因 那静音是什么 静音事实上是 是俄乌战争来的 因为俄乌战争 美国就是祭出Suite 对俄国的Suite 把它等于赶出Suite这个System 那有人说这个Suite把俄国赶出去 等于是台经国际方面的一个核弹 这是相当严重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他把俄国的这个外汇存底 3000亿 把它等于是没收掉了 这两个事实上看起来 当然那时候很多很多人 当然叫好了 那时候反正俄国是一个大坏蛋 大魔王 侵略者 那我们美国这样做 大家叫好的 可是在华府政治圈里面 就是有一位女士 去年就提出来说 这个万万使不得 这位女士是谁呢 谁呢 猜得到 就是Yaren Yaren他是美国第一位FED的主席 还有第一位的财政部长 他是不简单的 他看出来 但是他也没办法 他认为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作法 那他也 甚至于他说这是违法的 那事实上是没错 今天我们看起来 美国这一招是非常错误的 所以跟用美元来punish美国的对手或敌人的话 这一招是千万不能用的 英国在最强的时候 最强的 大概一百多年前 最强的时候也不敢用英镑当做武器 那美国也就是说用美元当武器 也就是说造成现在的一个结果 所以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是一种特权 但是呢有人说美国一直在应用这种特权 所以就造成全世界怕了 哪一天我不站在你那一边 你用美元储备 用美元当做武器来制裁我 我就 束手无策 我怎么办 所以大家就开始去美元化 你看那个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 他说美元是一种诅咒 然后甚至于我们金庄国家 现在准备发行一个新的货币 金庄国家的创始人金某尼尔 就是Golmensek的金某尼尔 他说美元主导地位 破坏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稳定 然后金庄国家应该挑战美元主导的地位 所以现在一直在讲金庄国家 就是那五个国家 现在还有好像十九国提出申请 他要发行他的新的货币 然后东穴十国也是一样 十国的央行也开始准备放弃美元欧元 还有日币的这个会议都出来了 那最近发言很多的马来西亚安法 他也倡导说我们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应该没有理由继续依赖美元 那最明显的就是 稍底当年美国是答应他 就是用所谓的石油美元 那他现在以前美国是他的customer 现在美国是他的对手 所以他更要离开美元了 那另外欧盟呢欧元区 欧元事实上也是在对抗美元的啦 所以现在好像是一个风潮 大家离开美元 那就尽量去把美元给卖掉 那现在最大的就是说各国都是交易 现在就用本币来交易的 这是最大最一两年最大最大的一个趋势 以前比如说台湾跟香港买东西 这么近的地方 一个用台币一个用港币 那都要台湾要香港买东西 都要换成美元 然后再交给香港的厂商 然后香港厂商再换回他自己的港币 现在大家是认为说好像没有必要啦 没有必要这样子 甚至连中国跟巴西 这一次巴西的鲁拉去访问中国 那在这个这么远的地方 他还是说我们还是用本币 就中国收巴西的利益 然后巴西收人民币 所以现在是一个趋势 那当然这样做很多危险存在 比如说中国卖东西给巴西 收到巴西币 巴西币是可以在短期间之内涨30 然后或者是跌30 那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也就是说最有政治的一个因素 他要把讲难题一点就是统战 所以等于中国现在来替巴西非常不稳定的货币 如果有来背书 这个对巴西当然是太好太好的事情 所以现在在国际地缘经济 还有美元这方面是相当的混乱 所以去美元化正在与金人的速度发生 那储备地位也慢慢下降 比如说现在美元储备地位 大概是2001年20多年前大概占73 现在大概剩下47% 哇 储备地位 那话虽如此 大家很多人说人民币要取代美元 我想这个还相当远 因为你现在美国储备货币 重视在全世界有60% 然后中国只有3% 中国要跟美元 就是人民币要跟美元 人民能够分庭抗礼的话 我的估计至少还要20年的时间 但是这个趋势是不会回头的 一路走 但是不是说是一两年两三年 我想大概要20年 问题出在哪里 也就是说我现在用人民币交易 我能拿人民币放哪里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ofshore就是离岸人民币只占总发行量的3% 中国金融商品又少 资本帐没开放 人民币放哪里 这是中国政府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因为美元全世界都是美元 所以现在大家讲美元怎么样怎么样 我是认为美元本身没有问题 吸取量还是很大 可是美元的credit发生问题 美元的信用 对 比如说你拿手上拿美元非常好用啊 没有错啊 可是他的credit信用万一美国今天对稍底不满意 我给你制裁 用美元来当做武器的话 问题出在那里 美元本身是没有问题 美元可能还可以强到再过二三十年 还是美元领先的地位 因为现在能够美元抗衡的除了欧元以外 就是人民币 那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地位还是相当相当的低 因为人民币出场就太少了 比如说新加坡人民币的提货市场 三月达到最顶峰 也达到九十五亿美元而已啊 三月的成交 两百二十万个contract 你看看西加古Mirking exchange 你看看9nex的exchange 这大的不得了 比这个还大多的多的多啦 所以这是一种趋势 那我们也许需要调整一下步伐 也许我们等一下还可以再说 但是去美元化是一个风潮 那也是自己美国犯了一个 去年战争开始 美国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耶人指出来 没有人看得出来当时 好 严博士 那如果说去美元化是一个风潮 一时半载还不会恢复到 百分之百都以美元为国际交易的一个主要的货币 对美国对美元来讲有什么坏处呢 这个就是美元的压力啦 那美元因为 比如说现在全世界大家都需要美元来做贸易 那现在中二也不用了 中八也不用了 好多都不用了 那当然对美元的需求 简单来讲 就需求会减弱 那美元就长期会慢慢减弱下去 问题会发生在哪里呢 美元慢慢减弱下去的话 是不是我们从国外 极端的例子啦 你美元现在跌很重 跌了一半 极端的例子 跌了一半 然后我们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货物 不就涨一倍了吗 对不对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就会造成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手上拿的一百块美金 可能二十年 也许不到二十年 剩下五十块的价值 贬值了 美元就贬值了 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购买率减低了 购买率减低了 就是购买率会一直扒得我们 美元一直衰弱 里面少 全世界 全世界对美元的里面越来越少 那当然美元指数 美元就会购买率就降低 购买率降低的话 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就会把国内的 就美元 美国也许在美元 决定下跌的情况之下 我们往后二十年 要一直fighting inflation 好 了解了 了解更多了 那现在呢 有一种新的币 就是不要用那么多电 就可以来挖的 就是PiB PiB呢 他们的优点呢 是比当初的比特币啦 和其他的币 优点就是说 是实名化 不能够匿名 所以透明化 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说 要全球通用 当然这是他们伟大的理想 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会发生一种 这种币出来 可以代替任何国家和国家之间 人民币跟巴西币啦等等 就是用了一个 也算是cryptocurrency的 PiB来代替 这个年代会更久远吗 或者是 会给它搞成气候了 对 我本来哈 本来对这个 像Bitcoin这些东西 大概跟Warren Buffet一样 这个Bitcoin不是东西 可是我最近改变态度了 我认为Bitcoin 类似这一种 应该是一种东西啦 一种东西 那你说去美元化 Bitcoin也是去美元化 对啊 去中心化 去美元化 对啊 去美元 我跟中国有商业来往的交易 我用Bitcoin来交易 不就等于 避开美元了吗 对对 Exactly 全世界如果 大家都这样 我们去Amazon买东西 我们去Tamu买东西 我们现在pay USDollar没错 那万一哪一天 Tamu说我收Bitcoin 或some kind of coin的话 那不就避开美元了吗 是 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趋势 我们就是要 这个趋势 随时注意到 我们还是要慢慢准备应付 不过这是要很长的时间 你说哪一天要搞到美元 跟人民币等于分庭抗礼 然后甚至人民币超过美元 好多人好像非常兴奋 这不是一两年之间的事情 我估计大概要20年至25年 好 好 由时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两分半钟以后就回来 在美国 平均每年有超过80万的人 有心脏疾病 或是不幸患了癌症 中风等重大疾病 没有购买重大疾病保险 对很多承受病痛中的家庭来说 在经济与身心上 都扛着极重的负担 苦不堪言 别让自己成为亲人的包袱 最专业的范语集团 8888318868 房屋市场太微妙 一会儿多的卖不掉 一会儿生怕呛不到 本公司买屋卖屋及贷款 为您量身才一把准时机 买得低卖得高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 省心 梦里笑 精算子买屋 卖屋及贷款 一步到位 买卖趁心 贷款开心 真可为贷款做得好 全凭数学脑 买屋卖屋 精算子出奇招 非免不是便于清华 Duke及Stamper 电脑神算 过目 广想于加州 请速电510-353-0855 或上网 www.gingerloan.com 查询 详细之网站 gmccloan.com 电邮 info at gmccloan.com info at gmccloan.com GMCC Real Estate Broker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 DRE 01509029 NMLS 258495 Equal Housing Lender All loans programs Rate th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Does not represent any credit decision 汽车和房屋保费又涨 听说法语课也升很大 戴先生 一年减少45% 升了957 这升很大 王泰 一年减少38% 省了2416 哦 这升很大 吴总 一年减少53% 省了6033 这升太大了 范语省很大 因为代理40家以上 A级房屋与汽车保险 迅速多加比较 拿到最高折扣 范语真的省很大 888-831-8868 找范语省很大 盐博士 这一次的银行 从Signature Bank 还有Silicon Valley Bank 倒闭之后 大家就是在研讨后面的原因 他们很保守的做法 就是说 趁当初国债债券的价格 怎么怎么样 高的时候来赚取它 第一的利息是最保险的 因为大家念书的人都被指导 说国债是最安全的一个 Humongous的一个Giant 结果又不然 因为我们联储局不停的加息 结果造成利息上涨 债券的表面价格就下降 会引起一个大 Conglomer的一个倒闭 那最近闹得很厉害的 First Republic Bank 也在闹腾 领出了102个亿 然后只有注入30个亿 这个事情也是很恐怖 Who knows which bank is the next one 那么我们现在要来 借着严博士来给我们讲解 债券的这种走势 这个价格的行为 跟大家来一个 back to basic 上一个重要的课 对这是在财经市场 最重要一个课 但是很多人不是太清楚 刚刚周小姐提到那些银行 所有那些问题 最近这一两个月 发生的这些问题 都归因于涨利息 然后他手边 银行握在手边的美国 公债或任何债 因为涨利息的关系 都大跌 就是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你如果说mark to market的话 也就是说你那些资产 你当年花100万买的资产 你现在剩下50万60万的话 你要把它mark down 那你银行资产面的数字就差了 然后看起来就很脆弱 然后所以整个问题 都是从那边来的 这个课相当重要 这很简单的一个课 但是很多人不是太清楚 我们必须这样解释 比如说你今天 美国花一个10年公债 利息一个percent 一个percent 就差不多一年前 一个percent 那你拿100万给美国联邦政府 然后联邦政府发给你 发给你债券 那10年以后 你再去把他给换你的现金回来 利息一个percent 那就他每年给你一个percent 每年给你一万 一百万 你一百万给他 他每年给你一万 假设最极章的例子 隔天以后 隔天利息变成4percent 利率的水平变成4percent 那怎么办 那个政府还是一样 coupon raise 他还是花你一万嘛 他有 所以我今天利息水平是4percent 那你那个债券是1percent的利息 美国政府只发给你一万一年 那怎么办 才能达到我4percent的目的 所以简单的公式 一个percent 就一万块 一除以多少 才能变成0.4percent 一除以25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昨天一百万的债券 只一百万的债券 今天剩下25万 利息水平 1percent 涨到4percent 我们当然 我们现在讲说 隔天涨到4percent 但是现在是一年完成了 一年前一个percent 现在4个percent 所以你的债券 理论上 我们现在讲理论上 理论上 一百万会变成25万 你看这个债券的跌比股市还厉害 事实上不是这样做 事实上是说 你现在你那个1percent的债券 美国政府每年给你1万 那现在4percent 我今天如果买的话 应该每年给我4万 所以每年差3万 那有10年 10年到几 所以30万 所以你一百万的 我们刚刚讲 理论上一百万会跌到20万 事实上不是这样算 事实上在market是 把它扣掉30万 因为我每年 这个时候可以收4万 那你的债券只1万 所以差3万 然后10年债券 3乘以10不是30 所以一百万减掉30万 所以70万 所以在去年 在我们这一年中间 美国十年公债的利息 从1percent涨到4percent 这个时候呢 就是从一百万跌到70万 那些刚刚您提到 那些银行首边100万的美国国债 现在只剩下70万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呢 这个叫做year to maturity 到10年 因为为什么不是变25万呢 如果股票就可能变20万 为什么不是跌到20万 因为你10年以后 10年以后 联邦政府还是会给你100万 所以这个100万的数值还在那里 所以减掉30万 所以70万 所以债券不是安全 很多人说美国国债是 最安全 债券是安全的 债券是比较安全的 比股票安全 然后尤其美国国债更安全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 尤其是你在maturity date之前 如果说自己的流动资金 发生了问题 你不得见价来卖 在maturity date之前就卖掉 那就更不值钱了 对 那除非你后到你浪费机会成本 你后10年 然后联邦政府还是会给你 会给你100万的 等得到那个时候就等吧 对 你市价你卖给市场25万 不是25万 讲70万 今天你要卖给市场 要卖70万 可是你后10年 你可以会卖回给联邦政府100万 这个ID需要知道 因为在这个投资金融市场 这个算法 这个观念 这个概念要有 好的 好的 那么严布市 下面呢 就是由刚才第一题和第二题 衍生出来 既然地缘政治 然后国家国家之间 互相背叛 天底下永远没有 永远的朋友 或者是盟友 或者是永远的敌国 见到利益呢 就又牵起手来了 如果你跟我抗衡 我又给你作战了 你看像现在韩国 日本 美国又抱团了 等等等等 这些事情 此起彼落 所以投资人呢 现在真的应该要有一个 国际化的投资布局 那请解释一下 您的国际化 投资布局是包括哪些方面 然后to be specific 是要怎么样的布局 好吧 对 这相当重要 因为那个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去美元化 美元在国际上的地位 还有地缘政治的地位 美国霸权的这个地位 慢慢已经water down了 就不是说全世界的唯一霸主 现在至少是两级 世界两大壁壘 在那个时候 我们记得1994年到2000年 这段时间是high tech 蓬勃发展 当年你在美国只要投进股市 然后只要看这high tech 你就发财的 当年还有什么 你只要顾着JDSU 周小姐可能你还记得有这个股票 就记得记得 JDSU 还有JNPR JNPR 这种 当年我们就在看美国的股市 什么也不看 就看high tech 美国的股市 全心全力注意美国股市 注意它high tech 你那六年 你发大财了 经过二三十年 情况不一样的 美国等于在世界上的这个霸钱地位 已经接受挑战 刚刚我们提到去 美元化 美债的问题 这些情况之下 我们现在必须要变成一个 internationalized investor 国际化的投资人 国际化的投资人 我现在如果有一个概念的话 当年可能百分之百 因为我们住美国 百分之百投资股市的话 就是百分之百美股就可以 我现在认为你美股大概只能后50% 50% 其他要丢到国际化的东西上面去 国际化呢 房金是国际化 对不对 房金是国际化 石油也是国际化 也就是commodity 也许你们可以稍微慢慢try 慢慢try进一些commodity的市场 我们以后可以找个时间 稍微多讲一下commodity 你可以稍微住些房金石油 当然除了commodity 你还有很多方法 可以房金石油 commodity就是木材猪肉都可以 还有除了这两样以外 Bitcoin是不是 Bitcoin也是 Bitcoin也是 所以在布局方面 除了百分之五十 纯粹美国市场以外 其他的要布到国外去了 要布到国际性的商品去 房金石油 Bitcoin OK我听到的是国际性的商品 而不是特别指某一个国家的ETF OK 也是你讲到我刚刚讲的三个 现在第四个你提出来了 就是ETF 你要布到 你看欧洲现在 比如说法国 EWQ 上的很好 EWZ 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巴西 也长得很好 依照EWZ 长得很好 他们也有12点多个 这个国家 这个我们慢慢在分析 用ETF来做国际化 不需要到上海开个账户吧 不需要到巴西 也不需要到慕尼黑 圣保罗去开账户 但是我们现在的ETF 这个信托已经达到菜色十足 由ETF来变成国际性的一个投资人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 所以慢慢布局 你在美国的exposure 因为全世界哪里成长哪里跑 现在中国临着世界在拼经济在高 中国也是一个方向 那经由ETF 我们能够internationalize一个布局 可以经过ETF 当然很多的菜色十足 这是一个大的课题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投资人 我是希望各位把这个眼光 就是说用国际化的眼光来看 不要光是说我们的眼光 没有看得很远 你买Apple股票 Apple股票现在是国际的大公司 Exactly 我们很多人不把Apple当作是 这个美国的科技股 现在是国际公司 Pfizer也是国际公司 Disney呢 Mickey Mouse也是国际公司 所以眼光把它扩大一点 中国那边也是在发展 今年全世界的成长 大概中国最好是经济顶头羊 以后我看也是 估计有5.5% 那边有成长 那怎么样是export 中国呢 当然很多方法了 Red Dario Red Dario过去三年 2021年三年平均在中国 我赚了15.6% 我现在碰到他 我问你这三年你15.6%的 Return怎么来的 每年平均15.6% 他怎么来的 他是到中国在发展 他把钱丢到那边去 所以我们投资人也要有这种 不管你怎么做 还是要有这种心态 所以我们人坐在美国的抖势之中 可以运筹帷幄 纵观天下 投资全球 造成在美国这个世界里面 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富翁 小富婆 对吧 是的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心里想起来就很妥妥的 你这个比actually投资到法国 投资到中国 省市的多 就在电脑前面研究好 指尖动一动 听听财经天地 看看娱乐漫谈 就可以知道天下的变化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事情做起来 已经不是说叫你去做先驱者 而是踏着这些巨人的肩膀 听听严博士讲解的 是不是很有道理 大家就跟随着自己去多添一点吧 那这种国际化至少的 total国际化就占自己的portfolio 几乎要一半了 才是现在合适的allocation 对吧 对 我认为这些世界上的整个 就国际化的exposure 至少要到一半 当然你买房金 买石油 买其他commodity 买中国股 买巴西股 买法国股的话 也都是算是 国际化 国际化的布局 那当然了 我们在美国我们不可能不特别加重加持于美国内的股票 嗯 好 明白了 非常感谢严禁博士 谢谢你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期待下次空中再见 拜拜 拜拜